科学里面有一些人专门研究物质是什么 念头是什么 奇形动念 自然现象是什么 这是科学的三个大问题 叫宇宙的奥秘 没人知道 其实佛早就知道了 他们没读佛经 他不知道佛知道 科学发展到今天四百年 一代借着一代 不断深入去研究 到这一代 最近这二十年 才把物质是什么 搞清楚了 科学家向全世界宣布 就是宣布他们研究的结论 结论是 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 物质是假的 不是真的 物质从哪里来的 从念头来的 科学家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方法完全相同 就是把物质不断去分 就是把物质不断去分 去打破去分 分出最小的 不能分了 最小的不能再分 一分之后没有了 空了 随着最先进的科学仪器 这种事情做到了 我看的报告 我看的报告是德国的科学家 普朗克 他是爱因斯坦的老师 学生比他出名 他研究量子力学的报告 揭穿宇宙的秘密 把这个物质分 分到最小的 最小的称之为 中微中子 或者中微子都可以 他有多大呢 科学家告诉我们 聚齐 一百亿个微中子 它的体积等于一个电子 原子核里面的电子 原子打破 看到原子核 看到电子 看到中子 八十年之前 发现原子 以为它是物质最小的 借着这个科学 仪器不断的进步 把原子打破了 发现它不是最小的 打破之后 看到它里头有电子 有粒子 有原子核 有中子 那么再把这些东西 过过打破 那多不是最小的 都过过打破 打破就发现 基本粒子 基本粒子好像有 五六十种 还能打破 再打破了 成为夸克 也有几十种 再把它打破的时候 就是微中子 这真的是最小的了 微中子 这打破就没有了 那就跟佛苏说的 就空了 虚空了 佛把这个最小的 物质现象 称为灵虚尘 虚就是虚空 它跟虚空做个比 打破之后 它就空了 就没有了 就再找不到了 那么这个 可学做到了 就是这个 中卫词 微中子